欢迎收看Found DJ基金及一天周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下手2019年全球经济成长预测 美中贸易谈判前景不确定性 影响市场情绪压抑股市 所信科技股在Linx以及IBM 消费品公司保侨以及部分工业股加财报利多上涨 美国总统川普与国会达成协议 将向政府短期拨款三周至2月15日 结束长达35天的政府停摆 并且在政府重开期间就边境安全措施 进行协商激励美股上涨 美股四大指数涨多跌少 史坦普511大类股涨跌互件 防运型的不动产涨市居前 科技股在半导体股带领下走高 金融以及消费耐久财类股几乎持平 其余的类股跌幅介于0.07%到1.42% 能源类股领跌 油田服务公司哈里伯顿上季获利由于预期 但公司预估完景和生产以及钻景和评估部门 本季的营收将出现中至高个位数的降幅 股价下跌0.5% 埃克森美股以及雪佛龙跌幅超过1% 报交加财报利多受高2.4% 但是金白利克拉克因为财测不如预期而下跌7.5% 压抑民生消费类股收低1.36% 艾伯为药品畅销药物 因为面临来自生计相似药的竞争 上季海外销售下滑17.5% 拖累股价下跌一成 交生上季的财报优于预期 但是2019年营收预测不如预估 医疗类股滑落1.29% 市场担忧美中贸易局势 电动工具制造商石丹利百德 因为猜测欠佳下跌12% 所幸西南航空德士龙 联合科技以及铁路营运商联合太平洋 因为上季获利优于预期而走高 支撑工业类股只有小跌0.07% 反观防御型的不动产 以及公用事业类股分别上涨1.52% 以及0.37% 再生能源公司Next Era Energy 因为上季获利不如预期 股价下跌1% 太平洋电力瓦斯 免于对2017年加州塔布斯大火负责 激励股价强谈 半导体股引领科技类股收高1% Zilins以及Lam Research财报优于预期 微腾电子上季的财报 以及本季财测不如预估 但是公司看好下半年营收将会改善 股价大涨超过一成 IBM上季的营收降幅小于预估 而且2019年获利预测优于预期 德州仪器上季的营收下降1% 但是获利优于预估 而且本季营收预测 与下修之后的市场预估相当 缓解市场担忧并且激励股价走高 掩盖面临诉讼可能使得获利面临风险的高通 下跌7%的拖累 接着来看到全球各个主要指数的表现 MS金虫以5.22%的州涨幅 成为上周表现最好的指数 主要是美元走弱提振金价走势 可以看到白名第三的费城经营 也有超过4%的涨幅 半导体股因为财报力多上涨 也带动费城半导体成为上周表现居前的指数 而巴西经济成长率获得IMF上调至2.5% 巴西总统的退休金改革计划可能获得国会批准 加上超过半数的财政赤字将会因为改革而缩减 退休金改革乐观期待 带动巴西股市续创新高 在6-10名的部分 中国经济数据由于预期 加上中国最高领导阶层 批准于上海设立科创板 并且试点注册提振投资者信心 人行创设央行票据互换工具CBS 以鼓励银行透过发行有序债补充资本 同时开展2575亿人民币 一年其定向中期借贷便利操作 为市场注入资金 推升中港股市同步收红 其中以香港国企以及香港恒生表现最好 而台湾贵买因为台股农历封关在即 外资转往中小型股 推升贵买指数的走势 至于指数表现最差的部分 国际货币基金将在今年欧元区经济成长率 预估自1.9%下调至1.6% 加上美中贸易协商消息反复 压抑欧股的表现 以挪威和丹麦股市下跌幅度最多 成为上周表现最差的指数 能源类股走跌 以及油价因为美国库存大增回大 MS石油、NYSE能源以及MS能源 跌幅介于1.61%到1.44%之间 6-10名也有两档欧股表现弱势 而意料类股股价下滑 拖累NBI升级下跌0.99% 接下来看到基金绩效表现的部分 在1-5名当中表现最好的 有多档都是黄金基金 涨幅在4%以上 6-10名除了黄金基金之外 可以看到有4档都是安联东方入席基金 涨幅也都有超过4% 主要是因为国际市场利空消息淡化 带动资金流向亚洲股市 多数亚股收红 而基金绩效表现最差的方面 以印度基金跌幅最重 印度GDP的成长率 在历经总理莫迪之前 费超了举动之后 虽然逐渐的回到正轨 但还是远低于预期的期望值 加上失业率再度破新高 以及总理发布的税改之后 影响整体的经济状况 在6-10名的部分 排名第6的也是印度基金 下跌2.45% 而英国基金、医疗基金 以及未来资源基金 也都是表现比较差的基金 下跌超过2% 接下来带您看到 在ETF资金流向的部分 接着来看到CRB商品价格走势 美中贸易谈判前景不明 以及全球经济放缓担忧 抵消美国政府 暂时摆脱停摆的利多 油价小幅回荡 CRB商品价格指数下跌0.84% 油价方面 美国原油库存意外大增800万桶 业银油产量也持续的创下新高 加上全球经济成长放缓 以及中美贸易谈判前景担忧 等等负面因素压抑油价回荡 不过产油国委内瑞拉 近日内部政治危机 可能促使美国寄出 例如禁运原油等等的制裁 竟然影响到油市的供给 加上美国政府周五重新开门 激励油价下半周上涨 缩减当周的跌幅 总计纽约原油近月期货价格 当周小跌0.2% 美中贸易协商短期难解 加上中国近期经济数据疲弱 压抑基本金属的表现 但是美国政府周五重新开门 激励基本金属当日大涨 LME三个月远汇同价 周线上涨0.07% 金价方面中美贸易谈判 以及美国企业财报 提高市场风险情绪 索性美元走弱 提振金价的走势 近月期货一周上涨1.21% 最后来关心未来两周财经观察重点 美国要关注的有第四季GDP出值 12月个人所得支出 通膨数据PCE核心PCE 1月非农就业报告 ISM制造业及非制造业指数等等数据 1月29-30联准会利率会议 预估将维持基准利率 在2.25%到2.50%之间不变 留意主席鲍尔会后记者会的谈话 欧远区要关心英国央行利率会议 预期维持现行的利率不变 留意脱欧不确定性 对经济通膨以及货币政策的看法 中国要关心1月制造业 非制造业PMI 1月财新制造业服务业PMI 以上是这礼拜的放DJ基金及ETF周报 感谢你的收看